流动电视争议有学者说 香港电视网络计划采用的DTMB制式 是设计做家居电视体 在流动装置看,接收质素就可能没那么好 现在免费数码电视使用DTMB制式传送 幅度调制是64框 港市向通讯办申请用这个幅度调制的DTMB制式 做流动电视,效果会是怎样呢? 我们在西湾河对着香港最强的发射站 在南池云山做测试 放定在花槽收看高清仔式的互动新闻台 讯号清晰 之后我们放上车里试 未开车还可以看到 但一开车,讯号变差 在比较小遮挡的位置,我们停定 又收回 但是洗到两座建筑物之间又有问题了 绕了一个圈,最后回到海旁才接收得清楚 之后我们尝试拿着另一部电视走着测试 因为它的制式不是流动广播用的 当你前面有阻挡的时间的话 接收就没有了 除非你完全没有阻挡 但如果你用来做流动的话 就没有什么机会没有阻挡 因为香港有这么多楼 你一定会经过街道或者有车 你没有可能没有阻挡 学者说DTNB制式最初是为定点电视而切 而并不是流动电视制式 不过DTNB并不是完全做不到流动电视 只要调低QAM数就可以流动接收到 港市申请用64QAM 传输量大 足以提供几条高清频道 不过坏处就是流动接收差 如果降低到使用4QAM 流动接收会比较好 但是传输量比较低 如果按港市原来的计划 提供3至5条频道的话 画面质数就会比较差 因为高清来说 它是需要很高的数据传输的 所以它需要用64个QAM 然后才传输得到 16个QAM传输不到 不够数据 去Display HDTV的内容出来 张星伟说 通讯局几年前测试过加强版EDTNB 但遇到同样的问题 即是定点接收只要不受建筑物遮挡 画面接收良好 但在时速20公里的汽车上面 画面就会变差 甚至是完全收不到 近年内地研发出一种 加强移动接收的DTNB-A制式 通讯局去年也测试过效果良好 但这个制式仍然在测试和研发阶段 无线电视机仔 吴京聪明